如果要排名影史最吸引人的反派 DC的小丑一定也能挤进前三 小丑甚至是漫画史上第一超级反派 没有之一 今年DC全新打造的独立电影小丑 未应先火 目前官方已经发布了两支预告片 而且第二支被定为最终预告片 今天我们就来解析这两支让人着魔的预告片 还有深度结构DC小丑这个角色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真正认识小丑这个角色 是在诺兰的《蝙蝠侠黑暗骑士》 由希斯莱杰扮演的疯癫小丑 希斯莱杰入目三分的痴狂演技 再加上影片对小丑角色性格的塑造 让这个版本的小丑成为迄今影史上 最黑暗最神秘 最高智商最吸粉的小丑 希斯莱杰也因此拿到了奥斯卡最佳男配角 可惜私人已去 这也同时让蝙蝠侠黑暗骑士的小丑 成为影史众多小丑最成功的形象 至今无人能超越 但华纳和DC偏偏想要试着超越自己 于是有了这部杰昆菲尼克斯饰演的小丑 导演是托德·菲利普斯 而且配角还有罗伯特·德尼罗 制片人则是马丁斯克·塞斯 布莱德利·库博等 我们一个个来说 主演杰昆菲尼克斯三次提名奥斯卡 嘎纳和威尼斯影帝 杰昆菲尼克斯的表演 以张力十足气长嚣张 加上他本人就是一个怪咖 所以他接演的角色 大部分也都是性格怪异独形的角色 早在2014年杰昆菲尼克斯就自己提出 想参与一部关于角色研究类型的电影 比如DC小丑这样的 也正因为如此 漫威DC都曾经给他抛出橄榄枝 想让杰昆菲尼克斯加入漫威宇宙 或者DC扩展宇宙 其中包括漫威的绿巨人和奇异博士 还有DC扩展宇宙的小丑 但这些都被杰昆菲尼克斯给婉拒了 2016年自杀小队中的小丑 由杰瑞·德莱托饰演 当然这个版本的小丑也算是可圈可颠 但因为影片本身的品质 以及小丑角色配角的位置 让此小丑最终没显得太突出 同年导演托德·费尼普斯 有了萌生拍摄独立小丑的想法 并和华纳DC一拍即合 托德·费尼克斯曾经指导过宿醉系列《遇产期》 他的改编剧本《波拉特》 也拿到了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 据说最初他们想通过 马丁斯克赛斯和小李的关系 立邀小李主演小丑角色 不过之后他们重新想到了杰昆菲尼克斯 而杰昆菲尼克斯知道要打造独立小丑起源电影后 也非常的兴奋 因为这就是他最初的想法 既能独立于超级英雄宇宙 但又是自己想挑战的小丑角色 或许因为是马丁斯克赛斯是制片人的关系 小丑的剧本官宣称 灵感来源于出租车司机 愤怒的宫流喜剧之王 不过我们也从预告片可以了解到 这部独立电影的小丑 怎么也要不开艾伦摩尔的经典漫画 蝙蝠侠致命玩笑 这是唯一一部比较完整讲述小丑起源的独立漫画作品 后面我们会详细提到 导演菲尼克斯对于这部小丑一再重申 指出影片不会连接此前任何DC作品 也不会和DC漫画有任何关系 是一部全新讲述小丑起源的作品 但据说DC官方给的说法是 想用小丑重回DC暗黑风格 并组建一个所谓的DC暗黑宇宙 当然了这样画大饼的构想谁都会说 但还是要看小丑最终上映的票房和口碑如何 第一支预告开始 画面给了歌坛室中央医院 亚瑟和一位社工人员在交流 我们都知道小丑一般都是以杰克为本名 但此次小丑的名字却叫亚瑟 或许这是主创想要故意区分之前小丑的背景 改了小丑的名字 也有一种说法 是此前小丑对于自己身份的回忆 都是胡编乱造的 包括此后说自己的本名叫杰克 在《蝙蝠侠黑暗骑士》中 小丑就对自己嘴上的伤疤的起因 做了两种诠释 一个来自于父亲 一个来自于自身 到底哪个是真的 没有人知道 或许都不是真的 正如漫画致命玩笑中 小丑对回忆的诠释 小丑说 回忆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在某一刻会让你迷失在欢乐中 下一刻就会带你回到不想记起的事情 记忆是阴暗而潮湿的 有时候你希望被遗忘的事物模糊不清 记忆就像一个小孩子 可以是卑鄙的令人厌恶的小野兽 所以小丑中的本名是什么 其实已经不重要了 关键是他就是小丑本丑 此外在漫画正义联盟第五世纪中 蝙蝠侠透露出小丑其实有三个 因此说不定这位名叫亚瑟的小丑 正是想要从这里区分开之前的小丑 另起一个新的缘起小丑时间线 回到浴华片 和亚瑟聊天的社工 仔细看公牌 名字叫凯特 全称是健康部门社工 logo有一个大写的G 似乎是歌坛市政府公立部门的人员 凯特说 亚瑟找人谈谈会有帮助吗 亚瑟在短短几秒钟就有好几个微表情变化 从沉思到无奈再到哭笑 不得不说杰坤的演技了得 那他们在聊什么 我们再来看第二支预告会得到更多线索 在第二支预告中同样的场景 社工凯特继续说 亚瑟我有个坏消息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亚瑟说你根本没在听 对吗 每周都只会问同样的问题 工作如何 有没有负面情绪 我现在的脑子只有负面情绪 这些对话和场景 应该是亚瑟在接受廉价的心理咨询 虽然两支预告片都处于相同的场景 但亚瑟的衣服有所变化 这说明可能亚瑟已经接受过多次心理治疗 但都无济于尸 最终走向黑化 再看第一支预告的下一个画面 亚瑟走在歌坛市的街上 从街景可以感受到 亚瑟经常游走的环境 并不是俯人区 街边的妓女 酒醉的年轻人 墙壁的涂鸦 还有旁边的垃圾堆 都可以说明亚瑟的居住环境并不好 再下一个画面 亚瑟在夜幕降临时 走上了很长的楼梯 整条楼梯都没有行人 凸显了亚瑟的孤独 此时亚瑟的独白出现 我的妈妈总是告诉我 一定要装出笑脸 她说我有一个使命 为全世界带来欢笑 是我想太多 还是这世界越来越疯狂 这段话说明亚瑟原本想用纯真和笑脸 感化冰冷的世界 让世界能有更多的欢声笑语 但最终事以愿违 残忍和不公可能一次次打击亚瑟 让亚瑟对这个丑陋的世界产生质疑 再到最后反抗社会 配合着亚瑟的内心独白 我们进入到亚瑟家中 亚瑟正在为母亲洗澡 两人在间隙玩起了水 看起来十分开心 但也能从这个场景看出 亚瑟母亲之所以要别人帮助洗澡 一定是身体或精神出现的状况 要由亚瑟来照顾 从独白我们也能知道 亚瑟对母亲的话非常认真对待 而且亚瑟很爱自己母亲 之后的画面 还有亚瑟和母亲一起在房间舞蹈 更说明母子俩的感情 下一个画面 是亚瑟写着一些文字 从文字来看 英文字母歪歪扭扭 也侧面说明亚瑟的教育程度并不高 其实本上这页的标题是Jokes 笑话的意思 其中页面上比较清晰的一段话 意思是 患上精神病最糟糕的 莫过于人们希望你表现得像个正常人 这句话似乎在暗示亚瑟母亲有精神病 而且并没有得到像正常人的尊重 在记事板旁边还有一瓶药 这瓶药可能就是亚瑟母亲的 亚瑟在写这段话时 还在字母欧上画了一个笑脸 这代表着小丑笑脸的意思 当然这也可以过度解读为 这是对守望者标志笑脸徽章的事情 下一组画面是亚瑟扮成小丑的样子 举着旁边乐器店广告牌的街头漫笑 从街景和人们的穿着 还有官方透露的信息 小丑所处的年代大概在80年代 后面的巨宴是一部名叫偷一缩生的影片 从海报来看应该是一部黄片 在现实中其实并没有这部电影 是小丑世界中虚构的一部作品 这也再次暗示了小丑的世界 包括以纽约市为原型虚构的歌坛式 并不想和现实世界有所关联 当亚瑟在街头卖笑做广告时 还是被街头混混欺负了 亚瑟被抢走广告牌 在街角被胖揍了一顿 这种挫折对于亚瑟来说应该是家常便饭了 路人对亚瑟的不尊重 日积月累影响着亚瑟的精神状态 和对世界的看法 下一个画面 亚瑟赤裸的上身 手部用力拉扯着自己的小丑鞋 右肩膀还有淤青 据说杰坤为了演好小丑疯狂受胜 才得以今天我们看到小丑古兽如柴的畸形形体 很多人解读小丑这畸形的身体 是一种超能力的表现 但不管是漫画还是此前的影视作品 小丑都没有任何超能力 此前的小丑因为在化工厂工作过 是一位机械和化学专家 同时也是一位高智商人才 所以这部独立小丑 以深入研究角色为主旨 更不可能让小丑最后有超能力 小丑这个畸形皮包骨头的形象 只是想更突出亚瑟比普通人更特殊 更靠近崩溃边缘 下一个画面 是亚瑟和一位黑人女子 在甜点圈店愉快谈性 这位黑人女子疑似是亚瑟的女友 下一个画面 亚瑟来到DC出名的阿卡姆疗养院 该医院收押过DC众多知名反派 其中就包括小丑 亚瑟走向阿卡姆医院 可能和自己的母亲有关 也有可能亚瑟去找 预告片没放出的神秘朋友 再或者他要去拿一份神秘文件 在电梯里 警察和医生正在收押一位精神病人 该病人在歇斯底里的吼叫 亚瑟却无动于衷 这或许说明 亚瑟对于精神病院的病人的 癫狂状态已经见怪不怪了 下一个画面是医院的人 对亚瑟投来质疑的目光 亚瑟隔着一层电视网 回复了一句 怎么了 亚瑟隔着铁丝网疯狂的抢夺一个东西 下一个画面是亚瑟抱着一个文件 在医院走廊狂奔 走廊旁边坐着几位病人 看这些病人的状态 应该都是精神病患 所以如果这个场景是在阿卡姆医院的话 亚瑟去阿卡姆的墓地 估计是去拿一份神秘的文件 但至于这份文件的内容是什么 就只能等到正片才能知晓了 下一个画面是一个俱乐部 一名脱口秀表演者在表演 亚瑟发出诡异的笑声 但旁人并没有觉得好笑 这个笑声是除了小丑的妆容 他的第二个招牌了 在众多荧幕小丑中 小丑的笑声都让人起鸡皮疙瘩 这一段亚瑟去俱乐部看脱口秀学习 成为喜剧演员 应该是亚瑟的一个职业梦想 下一个画面是亚瑟在简陋的化妆间化妆 旁边还有一些杂技的道具和相关人员 窗外是布朗克斯的地铁桥 化妆间的右边是一个长凳 这个就是此前亚瑟赤裸上身背对着我们坐的地方 再次结合第二只预告 亚瑟从相同的化妆间走出 而且还伴随着诡异的笑声 但这应该算是亚瑟对于小丑角色表演的练习 亚瑟走过一个小小的走廊 我们能看到有动物杂技的插画 还有马戏团小丑木牌和巨型面具等 这里似乎是一个生意很惨淡的 类似于马戏团演出的后台 亚瑟可能在这里有一份演出的兼职 在漫画致命玩笑中 小丑就满下了一个废弃的马戏团场地 并收纳了众多畸形弱势群体 组建自己的小丑团队 不知道这里的亚瑟是否运用了类似的手段 巨龙和自己有相同遭遇和困境的人 来扩大自己的势力 下一个画面是亚瑟对着化妆镜 用手把自己的嘴撑开 强行摆出一副笑脸 从亚瑟流下的眼泪 我们就能看出亚瑟的心理受伤巨大 在地铁里 亚瑟也不顾别人质疑的目光 放声大笑 结果遭到了旁人的又一顿胖揍 被人说成是拐胎 下一个画面 亚瑟在桥下奔跑 亚瑟的小丑假发没有了 但服装和在地铁上是一致的 这有可能是亚瑟在地铁被打后逃出来 但也有可能是亚瑟逆袭反击 把地铁人杀了 心理恐惧而逃 再接下来结合地亚之预告的更多镜头 我们知道这是亚瑟在厕所里独自舞蹈 对着镜子的自己素颜起劲 从亚瑟的服装和妆容的发型来看 这应该是地铁事件之后 亚瑟自己躲进了一个公共厕所 下一组画面是维恩大楼 没错这就是老爷蝙蝠侠他爸 托马斯维恩的维恩大楼 大楼上的两幅卓贝林巨型海报 其中一张写着卓贝林的代表作《摩登时代》 可能维恩大楼正在举办一场慈善派对 值得一提的是 第一支预告片的背景音乐 也是选自1936年卓贝林《摩登时代》中的一首《Smile》 Smile的歌词大意是 虽然你的心在痛但微笑 即使它破裂也会微笑 隐藏每一丝悲伤 虽然撕裂可能会如此接近 可以说这首歌的歌词非常接近亚瑟的心境了 维恩大楼前全是抗议的人群 其中右下角举着是一个小丑的牌子 后续的画面中应该是同一个抗议场景 很多戴着小丑面具的抗议者和警察扭打在一起 再结合第二支预告 亚瑟也在抗议人群中 他并没有戴着面具 并得意的校舍和抗议人群一起抗议 之后一个画面是亚瑟被踢倒翻滚 此时的背景独白是托马斯维恩 他说道歌坛是一线落 哪个脑种会做出那么冷血的事 而且还是躲在面具背后 这应该是托马斯维恩在指责一系列的暴力小丑事件 但托马斯维恩似乎并不知道亚瑟是主谋 在此我也非常好奇 影片将如何建立和展开亚瑟和维恩家族的恩怨 接着的画面亚瑟拿起一把枪 在房间独自舞蹈 话说亚瑟吃了上山和舞蹈的画面真情多啊 亚瑟拿枪的举动可能说明亚瑟已经黑化 并找到报复社会的方向 可以看到在这一组房间的画面 亚瑟的母亲并不在其中 对应前面亚瑟和母亲的舞蹈 亚瑟现在是孤单一人 这是否说明亚瑟母亲遭遇了不幸呢 这可能也是亚瑟黑化的重要原因 下一组画面是一场地铁暴动 我们结合第二只预告的地铁暴动画面一起分析 最开始的已知画面 棕色衣服的人身上有一个金色警徽 说明他们是警探 他们想要阻止什么冲进地铁内 我们可以看到一位普通的女乘客 手上拿着一个小丑面具 然后在地铁内 黑衣探员举起枪往前冲 但被众多小丑面具的人阻止 在第二只预告中 两位探员还被众人挤压 埋没在人群中 这似乎说明这两位探员松多吉少 而亚瑟正好在地铁人群中 他身穿红绿西装 脸上画着小丑的妆容 然后再戴上小丑的面具 等出了地铁 亚瑟扔掉面具 夸张摇摆地离开了众小丑人群 这一起暴动事件 可能是亚瑟首次撤获的一场混乱 并大获成功 值得注意的是 黑衣警探当时在地铁拿的枪 和亚瑟在房间拿的枪 好像是同一把 这也说明警探可能在暴动中已经身亡 或者在混乱中丢失了自己的枪 被亚瑟拿到 下一组画面 亚瑟带着一个红鼻子 出现在维艳家附近 亚瑟故意让一位小男孩 摆出诡异的笑脸 这位小男孩正是老爷本爷小时候 原来亚瑟和老爷小时候就打过照面了 这不得不提一嘴漫画致命玩笑 当小丑被蝙蝠家抓住以后 蝙蝠家没有杀死小丑 并对小丑说 我不知道是什么改变了你的人生 让你变成这样 或许当时我也在场 可能我还能帮忙 对应漫画这句话 再配上亚瑟和老爷小时候单独的回面 看来两人的恩恩怨怨 真的是有说不清道不完的故事 下一个画面 是亚瑟在之前的脱口秀舞台上演出 满脸笑容 但第二支预告里 我们能看到舞台下的观众稀少 不过有亚瑟的疑似黑人女友在现场 听得很享受 接下来又是亚瑟赤裸上身 在家中疯狂舞蹈 还有亚瑟对着电话亭玻璃 用头猛的一砸 把玻璃砸碎 这些画面都开始显露 亚瑟也开始由懦弱转向电框和宝丽 包括接下来亚瑟的红绿造型 悠然自得在化妆间抽着烟 还有对着镜子给自己演发 这也是亚瑟要变成标志性小丑律法的开始 第一支预告最后 小丑整装待发 手里拿着一束花 还在长楼梯上舞蹈 相比较于刚开始亚瑟自卑孤独地走在长楼梯上时 亚瑟如同脱胎换骨 自信满满 此时的亚瑟正式变为小丑 接下来是第二支预告解析 结合第一支预告解析过的内容将不再复述 第二支预告开始是一条笔直的大道 从平民居一直通往到高楼去 贫富差距的区别 暗示了影片的阶层划分会非常明显 下一个画面是亚瑟坐着破旧大巴车 落寞地望着窗外 在车上亚瑟用自己小丑常用的变脸 来逗笑前派的黑人小孩 缺口却被小孩母亲数落一番 让亚瑟十分憋屈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整车的人 都是普通的贫穷工人弱势群体 而亚瑟在这样同等阶层的环节下 依然还被一位母亲数落 可想而知亚瑟的地位 比这些弱势群体还要边缘化 之后的一组解析画面 是亚瑟在医院陪着病危的母亲 电视上放的 是罗伯特·德尼罗饰演的莫里·弗兰克林 一位脱口秀喜剧演员 电视节目播放着莫里的脱口秀节目 其中就有亚瑟在俱乐部脱口秀的演出片段 亚瑟以为自己的片段得到赏息 谁知道这只是被拿出来嘲讽 亚瑟并非的母亲极有可能之后会去世 亚瑟母亲的去世和事业的崩塌 可能会成为亚瑟黑化的重要原因 下一个画面是亚瑟全红的西装 这时候她脸上不再是自卑和孤独 而是充满着深邃和神秘的笑容 仰拍视角也让亚瑟的气场非常强大 之后是托马斯·维恩的电视画面 伴随着她的是一系列的抗议 一个小丑面具的人举着牌子上面写着 我们都是小丑 这也终于联系到这一切的不满和抗议 和维恩家族有关系 同时这也暗示了这些混乱事和贫富差距相关 下一个画面是黑人女子在电梯上对亚瑟说 这一切真糟糕不是吗 亚瑟露出得意的笑容 这些暴乱和抗议 可能这是亚瑟一手策划的 就是亚瑟抽着烟给自己上着小丑妆 从发色来看有淡淡的绿色 此时的亚瑟可能已经变成小丑了 这时候出现亚瑟的独白 他说 我这辈子都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存在 但我现在很确定 这句话正是在说明 亚瑟从一系列的悲惨遭遇中找到了自我 找到了对抗社会的一种方式 对白期间 有一个画面报纸报道关于小丑的谋杀罪 亚瑟学着报纸小丑的样子 露出了猙獰的死笑非笑 此时不远处里一辆出租车开锅 上面坐着一位带着面具的小丑 亚瑟给予他肯定欣慰的笑容 可能这个时候歌坛式的大街小巷 抗议革命已经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了 下一个画面 是亚瑟跑到了疑似他女友的黑人女子家中 一进闻就来了一个接问 这位黑人女子是由萨奇·毕茨所饰演 他此前饰演过死士阿的多米诺 此前我一直用疑似亚瑟女友来称呼这位黑人女子 是因为我更倾向于黑人女子只是在遭遇和困境上 和亚瑟非常类似 两人息息相惜走到了一起 但出于亚瑟的性格和精神状态 有可能成为黑人女子最终离开亚瑟 这也让亚瑟的内心再次被击碎 接下来是亚瑟在笑 旁白是托马斯·维恩说 你觉得这很好笑吗 这对于你来说是个笑话吗 衔接到画面是托马斯·维恩穿着正式西装在质问亚瑟 而亚瑟依然狂笑不止 托马斯·维恩直接给亚瑟一拳 且要亚瑟在维恩大楼被扔出 极有可能这就是因为亚瑟和托马斯·维恩 在化妆间起了冲突 下一个画面是一辆救护车撞向警车 这辆救护车在亚瑟前面阿卡姆医院时出现过 如果这辆警车就是来自阿卡姆医院的话 说明亚瑟和他的小丑军团 已经正式和警方对立起来了 这也暗示了小丑这部电影可能会出现其他的DC反派 下一个画面是小丑抽着烟在后台休息 气场十足 值得一提的是小丑的妆容 灵感来自于美国80年代的约翰·维恩盖西 约翰此人被指控连环强奸杀人33起之多 大部分死者都是十多岁的儿童 而约翰被称为杀手小丑 是因为他经常在筹款活动和派对中扮演着小丑的角色 现实中约翰扮演小丑的妆容 就和电影小丑中的妆容很相似 最后一组画面是亚瑟向喜剧演员莫里提出 介绍自己的时候就叫小丑就好 不需要叫亚瑟 这一转变也坐实了亚瑟转变成小丑的标志 此外 罗伯特·德尼罗饰演的脱口秀演员莫里 正好对应了198年喜剧之王 罗伯特·德尼罗饰演的角色 之后是一些破碎镜头的拼借 由亚瑟在扮演小丑时 去儿童医院做兼职 专门负责逗笑一些孩童 还有亚瑟在垃圾过道中不断踢踹 但我们看不清亚瑟是在踢踹某人 还是只是在踢踹垃圾一座为发泄 之后是类似于地铁大厅 警察向着亚瑟的反方向奔跑 亚瑟悠闲地抽着烟 大摇大摆走着 我想说难道这些警察不觉得小丑很可疑吗 接下来的画面是在剧院门口 一群面具小丑手里抱着商品 似乎在抢劫一家商店 而被隐藏犯的人很像亚瑟 警方也随即赶到 仔细观察的话 从剧院里出来的一家三口 那位小男孩酷似老爷小时候啊 这惊人的相似一幕 出现在诺兰版本蝙蝠侠狭隐之名 老爷一家人去剧院出来遭遇打劫 老爷父母毙命 难道 难道这个历史要在小丑中重演吗 细思极恐来看老爷小时候的演员年龄 确实和此前作品里 老爷父母双亡的年纪很接近了 也有可能因为此次事件 让老爷和小丑成为了宿敌 最后小丑在万众瞩目下 吊着烟神经质地登上了舞台 此时的背景音乐 是格莱尼斯重思的小丑入场 Send in the clouds 其中的歌词是 小丑入场 不幸福吗 你不赞成吗 一个人一直在撕撤 一个也谁都不能动 小丑在哪里 杰尔这首歌 在回响第一支预告 最后亚瑟的独白时说道 我曾以为我的人生是一场悲剧 现在我发现 其实是一出戏剧 这意味着小丑的时代正式开启了 毋勇质疑 这部DC全新的小丑的两支预告 让我期待不止一点点 小丑在DC的不同时期也有着不一样的性格和人设 在最初的黄金时期 小丑充斥着暴力 反罪 白银时期 小丑去除了暴力 更多的是恶罪剧和搞怪 到了青铜时期 小丑再次回归暴力 杀人狂魔的形象 但开始和蝙蝠俠斗智斗勇 两人相互一寸 构成循环 黑暗时期和摩登时期 两者相互关联 互相重叠交织 在这两个时期 人们厌倦了光明与黑暗分明的正反两派 开始出现了一些英雄耻目的超级英雄性格 而且还出现了守望者 知名玩笑 V字仇杀队等非常特别的暗黑漫画 也正是这两个时期 给诺兰的蝙蝠俠散布曲 很好的肥沃改变土壤 从目前小丑这两支预告片来看 整个影片的氛围 以及小丑的角色塑造 也是遵循最后两个时期的角色塑造 把光明和黑暗界限模糊化 让反派得到更多的观众的恭情 小丑似乎想要表达给我们 任何人经历过巨大的打击 都会变成疯子 所有人都一样 小丑必定是一个复杂的角色 故事一书中这样描绘反派 说任何反派在自己的故事世界里 都是英雄 所以我非常好奇小丑如何去描写 这位彻头彻尾的大反派小丑 影片到时候又如何把小丑所做的恶 让观众产生共鸣 并且引人深思 届时影片上映后 我们再来一起做更深入的探讨 好小丑的双预告解析就先聊到这 喜欢节目的小伙伴 点赞转发订阅 用你们能想到的办法 让我的频道和节目热起来吧 同时也可以关注大丑看电影的微信公众号 那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